Hello 大家好 我是夏sir 最近我看到浸大港先生洪sir 最近介绍了一个新加坡索科的教学法 叫做无形思考法 听洪sir介绍完之后一个探为观止 原来譬如解文字题不一定用代数 Z equation 的方法去计 可以用画图 而且都是几简单、几容易操作的画图方法 虽然在几多时候 香港很多学生都觉得画图浪费时间 但我觉得如果你画的图能够正确引导到 你找到正确的答案 这些时间是用得值得的 值得花这些时间 这题是一条典型textbook里面的文字题 以往我们通常都用代数的方法去做 Algebra 这题是讲关于分钱的 5400元分给ABC三个人 A就是B拿到钱的两倍 C就给B三倍 再多600元 现在问你ABC每人拿多少钱 通常可能会其中一个人拿到的钱 是X1 跟着Express其他人拿到的钱 in terms of x 最后设计一个equation 因为总数是5400元 但原来这件事 是可以用另一个画图方法去操作 而且是连unknown variable x 因为未知的量都可以限分 有ABC三个人 对不对 他做法是这样的 题目讲什么你就说什么 5400元 share among free persons 我做法就是我们说大库图 括着ABC三个人分到的钱 总数是5400元 这个很清晰的 我几欣赏这个大库图 因为那时有个总栏的概念 最后你三个加起来 就会等于5400元这个总数 好跟着我们再去看影片 Alan是Ben的两倍 Alan gets twice amount of Ben 那怎样表达这件事呢 那我们就不用了x的 这个叫做模型思考法 model method 就用画格仔去表达 或者画长条去表达 Alan是Ben的两倍 Ben我就画一格这样 一份 Alan A就是两份 不用很适合比例的 大概都可以的 但无论如何 这里观感上都是A比B是2比1 对不对 A就占两份 B就占一份 这类是bar chart 但又不用画得太准的 因为画得太准就用间斜 浪费时间 大概画到一个比例出来 好跟着再看下去了 Wild Charles get 600 dollar More than 3 times Ben's a Mark 即是Charles 即是C 比Ben的三倍 还要多600元 B就是B Charles是Ben的三倍 即是三份 那我们画回三格 但还要多600元 所以我们给多600元给他 这个就是Charles的钱 这个就是Charles的钱 你看下去就是 就是Ben的三倍 再加600元 基本上 这里已经设定了一个 Equation 即时跟我问 How much does each of them get 即是你问你ABC 每个人拿多少钱呢 其实都不用怎样 认识是X 例如以往做法 我们很流行 B是X A就是2X C就是3X 9600 其实都可能不用这样做 为何呢 反正这里加上都是5400元 这里是600元 这里有1、2、3、4、5、6、6分 我可以按照数 1、2、3、4、6分 所以六分再加600 就5400 你将600 是吧 如果Equation 就将600调去减 其实common sense 这幅图就不用 不用调的 这个 你按道理 这个两个双减 就自然得出4800 就是等于6分的总数 是吧 所以每一份是多少 每一份就是4800 除6 就是800分 即是800 这个是1600 这个是2400 再加600 Exactly 这个答案 Ben是800 Alan是1600 Charles是2400 600 甚至 这个过程里面 虽然这里我们没有列式 设计 Equation 或者Unknown 但是 幅图就是某程度上 是一个视角化的方程来的 是吧 即是 用画图方法表达 这些数量之间的关系 是吧 那些减 随 似乎是很直观可以做的 是吧 即是 你知道Equation 有时你左调右 然后加变减 加变减 加成片材 随便成 这里是没有这些Rules 因为那些Rules 好像很明显 是很直观的 你会做的东西 如果大家对这个Model Method 是感兴趣的 大家可以参考 这条影片最后的连结 就是由心带洪sir 无形思考法 混合式教学策略 那个YouTube的影片 好 有可能我们都会再分享多些 关于Model Method 一些的应用 根据洪sir所讲 其实可以用在硕科里面 特别小学 即高小和初中 很多不同的题目都用得着 大家可以参考他讲的影片 好了 我们这条影片讲到这里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拜拜